You got message 以下節目內容只代表加分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如果在年代表人數少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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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 XXXXXV XXXXXXXV 然後我們又到出名小妞婎 從小就三隻殘疾,很不方便 就連這一個簡單的動作 她都要10分鐘才行 每個月的收入是400多元的低報金,加上房租水電就鎖剩無幾。 我真的十八年沒看過電視,按自己的生活能力暫時未有過。 這些東西真的屬於對於我來說,不是生活必需品,不敢去看這些東西。 凌姐見到彭彭上門來送湯圓,立即拿出她珍藏的寶寶,要彭彭簽個名,一起拍照留念。 她說,這麼多年,就因為有很多好心的老友,伸出友愛的雙手,她才會這麼樂觀地面對生活。 上帝既然創造了我們出來,我們就要去面對。 好好的精神。 不是,社會上那麼多人關心,怎麼樣都要得開心一點。 和我們一起送湯圓的,還有陽城交通台的老友。 到今天下午為止,我們加上送出了兩千四百多份湯圓,給過往的司機和貧困家庭。 你不需要一包還是兩包嗎? 今天和我們一起去派湯圓,如果說我們送出的是一些歡樂,我們得到的更多是感恩和感動。 希望今次的元宵節,今過元宵節,大家覺得團圓開心。 在這裡想跟大家說,因為今次的探訪過程當中,我們留意到剛才你看見玲姐家裡,連電視機和洗衣機都沒有。 洗衣服對於她來說,是一件非常困難,但要必須做的事,而且每天都要做的事。 而接收外界訊息的電視機,亦都可能是可以令她最快地了解外面社會的一個工具。 如果電視機前面的你,哪位有心人想說捐贈電視機,二手都不要緊,想說捐贈電視機或者送洗衣機給玲姐的話, 可以打我們的免費報料電話,020118114,再說一次,020118114,我們的報料二線和我們報料,你說你想捐贈洗衣機或者電視機給她,OK的。 我們的老友記石陽會和你聯繫,首先多謝那些有心人。 好,剛才聽到的就是在今天最新聞,彭彭的節目裡面,有位玲姐的個案,我們很榮幸,網友捐出來的錢,我和Jacky這個星期搞定了,我們捐不切那部電視機,但是捐了一部洗機。 好,那就很開心可以做到這件事。 多少錢呢? 嘩,不是多少錢的問題,整個個案講一講,我們要送公開給人知道。 因為沒有什麼畫像,我從頭說,我們就會明白。 因為剛才只聽到聲音就沒有什麼畫像,令姐是一個什麼的人呢?她是一個殘疾人來的。 其實我稍後都會把視頻放到北上的討論區。她是一個人居住的,在她家基本上是家圖四壁。 剛才她都在聲音上說了,她十八年沒有看過電視,還有一件事對她來說是很吃力的,就是洗衣服。 因為她,如果大家再看一條畫像,就會看到,因為她是走路的,她的腳是很短的,基本上已經沒有了功能,收縮了。 所以她每一天在她家,她的輔助在她家移動是兩張膠的圓椅。 她的移動方法就是她先坐在一張椅上,然後再用手把另一張椅放在她的前面。 然後她用力把人移動在她的前面那張椅上,她就不斷地做這個動作。 例如說,她可能我們走幾步的路,她就要花很多時間去做這個動作。 但是她在家,她可以用一支很高的椅子,可以捅起衣服,在天花板上放衣服,什麼都可以做到。 她是很厲害的。 還有,她好像剛才那條片看到,她做人很樂觀的。 她說,上帝既然創造了我們出來,我們就要去面對,怎樣都要活得很開心。 剛才那段片就是,在元宵的時候,彭彭的節目就做了一個活動。 她們就把一些湯圓派到一些低下階層、貧困戶的地方。 令姐的個案就感動了我。 她每個月只有四百多元的低保金,再加上百多元的殘疾金。 她每個月的收入只有五百多元,即是六百元都可能沒有。 住哪裏? 住哪裏她就沒有說。 然後,這條片出了街之後,其實在廣州有很多反應。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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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買一部洗衣機其實很便宜,大陸買一部洗衣機,不如這樣吧,我們大約是三千買了四千,剩下的錢就留給玲姐交電費,我們就做了這個頗有意義的一件事 我也想浪費一些時間再跟大家說,其實我們很感謝大家的捐款,那個自願付費計劃,我們真的很希望透過這個節目可以,除了我們在這裡吹水之外,我們可以幫到一些人,其實不只是廣州的人,甚至是香港有一些貧困戶,我們都希望可以幫到,但是你知道我們都有困難,就是我們找一些個案的時候, 其實這個也有感而發,在廣東省,其實真的有好幾個電視台,他們做一些這些民生節目,是做得比香港好很多倍的,甚至香港傳媒,東方、日本、日本、香港那些 我們現在少之又少,如果有網友,你會發現到,譬如說,就算是香港有一些類似的個案,我們都很樂意去做 這個禮拜,其實我看Facebook的時候,有位網友Martin,他都說了我一些心裡的說話,我也想讀出來的 他說,吳介傑斯這裡都有30多人回覆,就是在那條Flat上 他說,我估計應該多過35個人聽這個節目,他說,記不記得北上Radio第一集裡面,各位主持說過什麼 他說,其實要感謝各位主持和嘉賓,用幾年不斷地做一個節目,其實很厲害 這個節目不是只是comment和回應,有時會笑到仆街,有時也要思考一下 甚至最重要,有時是有行動的,做網台的節目做到這樣,還想怎樣 好多謝,我不是想讀出來讚自己,我也要多謝我身邊面前,現在這幾位主持 我們都做了很多年,其實不只是我一個,大家都是拿個心出來 Martin也說中了我們這個心意,除了做節目之外,我們幾個人都希望做一些比較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就希望再提醒大家,真的聽完這個節目,希望捐款 其實這個禮拜我們都做了三宗,第三節都還有一宗 其實剩下的錢已經不是太多了,希望大家慷慨些,捐多些給我們 我們就可以幫多一些人,還有我覺得在今時今日這個風頭火勢的時候 我們作為香港人,可以幫回一些廣州人 其實我覺得香港和廣州也是一家親的 我不是想假裝和諧,但我只是覺得 其實我經常都說一句,如果我們罵別人是蝗蟲,我們首先都是蝗蟲來的,記住 因為大家都是同聞同種,人家說我們是狗,其實大家都是狗 所以我覺得與其是經常這樣罵下去,或者那些蝗蟲走來香港的時候 有些人就去唱蝗蟲之歌給人聽,不如我們嘗試做一些事去感動一下 感化它 不要說感化,是感動一下別人 那大家可能這件事是可以處理得好些 我過來消費的,你不要感動我 這些是阿迪的那種想法,不是跟我事 今天這三個個案的視頻 我會放在北上頻道的藍色字,叫做北上頻道自願付費計劃 起碼可以做一個記錄,也會放在Facebook那裡 希望大家可以捐款 剛剛Kelvin是不是有話說 捐款 有時候我覺得做這些所謂的行動 你永遠都不知道做出來什麼效果 但我們想的時候也不會預測有什麼效果 但有時候做出來就是,有些行動 例如派演來每一條都自己摸,買包演自己去派 但當你有一個節目,有幾個人 又會無厘頭,有些網友去支持你 那種感覺是很痛快 但我也想說一些這些案件 其實有時候不需外求 香港也可能有很多個案件可以做到 例如說,我不是說這個案件 因為我之前有些機會 認識到一個內地來的媽媽 她有個女兒 她就很勤奮,執下垃圾 因為本來就很便宜 接著就收了租 收了房子之後 她曾經有一段時間就住過在垃圾房的 旁邊,還有個女兒 香港 香港的,即是內地人來香港 深水埗很多 是的 那時候因為有些活動 我跟她聊聊 她的女兒是中午了 例牌的,非常勤奮 讀書 但有些事情 她真的想勤奮都未必被譬喻 她沒有電腦 對我們來說電腦已經是不能滑絕 但對她來說是一和零 是一和零 即是一部電腦對她的邊際利潤是很重要 我覺得有些類似的案件 我來都可以說 是的,其實這些實在太多了 實在太多了 這個其實也反映出 無論是香港也好 或是廣州也好 其實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在每個社會都有很多這些貧窮線的家庭 有很多需要我們去幫助 剛才阿牛也提過 除了捐錢之外 要繼續再提大家捐煙 如果你仍然不妥 屌你老母,曾俊華 也害得我們那些戒不了煙的老伯伯 那麼慘,捐些煙給我們 我們暫定是活節 我們就會去香港的一些老人聚集的地方 我們又會去派煙 有個網友其實也發了一個Facebook 發了一個訊息給我 他可能同情一下 屌你老母,曾俊華 就說 傑斯,不要經常屌她屌她那麼厲害 他說今次起碼你說漏了一件事 他沒有加到煙碎 我真的想跟那個網友說 喂,我已經屌少了 他試一下今次加煙碎 我連他老婆也屌了 誰知道屌他老母 你真是傻傻的 不要這麼活該死 不要放過他 他也會曲線 說多一件事 有一件事我經常想記住說 但又忘記說 今天講開這麼正氣的事 說多一件事 我想先說 內地的網友 不要太介意我們經常說蝗蟲這個字 我覺得蝗蟲只是一種行為 你要明白 有一些行為 中國人旅行的人 很多時候都有些行為很像蝗蟲 所以首先不要太介懷 我們講蝗蟲 甚至如果說狗 我都不會太介懷 因為我們的殖民狗 我認的 我每天都做狗 真的 我在外國人面前 做狗 我小時候的志願 就是希望 可以有些當年3008個月的日子 可以做酒狗 賣國賊 我覺得我絕對很專業 所以我也不會太介懷 為什麼我講蝗蟲這件事 就是 有一件事我都記起很久 可以在這裏講一下 其實吃東西也是一樣 為什麼我們經常講 比如說 我近一年 我都沒有吃過魚翅 我也很想講魚翅這件事 我也是 其實大陸也是 姚明都發起了一個運動 有一段時間 呼籲人不要吃魚翅 我也很有感而發 因為我身邊很多 認識很多內地的暴發戶 看完他們吃魚翅 真的很恐怖 我也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個案 大約是一年前 我已經開始不吃魚翅 我很喜歡吃魚翅 現在我用什麼來止咳呢 我會去超級市場買那些二十多元 碗仔翅 用來頂一下 其實影響的是我女兒 我女兒大約在十歲 即是兩年前 她已經開始不吃魚翅 她就看到一些紀錄片 去殺那些鯊魚 但很多人都看過 她覺得真的很難頂 所以她就呼籲我們家人 不要吃魚翅 現在我老婆沒有跟到十足 我也跟了一年 我想說的是 其實我想告訴大家 其實我停了吃魚翅 我是很無辜的 我告訴你 我在吃魚翅這件事件裡 我就不是一條蝗蟲 你寫了多少 我寫了多少 我們香港人 我自己吃魚翅 不要說香港人 我不敢代表所有人 但是我小時候的教導就是 魚翅是一件很矜貴的東西 過時過節 或者結婚 喝麵 吃一次 每一口都會吃得清楚 然後吞下肚子等等 但是你知道 三十年的經濟改革開放 造就了很多暴發戶等等 到今時今日 其實我身邊 我早幾年 其實不是早幾年 十年八年前 我身邊已經發覺 有很多人是吃魚翅吃得很過份的 後來我再因為我女兒的影響 所以我停了 那我過份過份到甚麼呢 你就要明白 為何今時今日 真的有需要 要停了吃魚翅 因為 那些鯊魚是真的會絕種的 原來被我們中國人吃到 已經絕種了 因為那些中國人吃魚翅 是當飯那樣吃的 我身邊有很多人 中國人有 香港人亦都有 我可以說一個例子 就是香港某一間電影公司的大老闆 她的老婆 她吃魚翅那種恐怖 就是她每一天 睜大眼睡醒 教第一個早餐 就已經開始吃魚翅 不是開玩笑的 她跟我的解釋就是 因為她不是 她是八手興家 即是八手興家 她不是咬著銀匙巾出生 她說她小時候 很羨慕別人吃魚翅 她要吃夠本 她一天可以吃三餐魚翅 她不是開玩笑 而中國我亦都見過很多人這樣吃 你想想 這個不是極少數人 是很多人 這樣吃魚翅 所以 那些鯊魚 真的會絕種 絕種之後 不僅然沒有鯊魚 是動物鏈沒有鯊魚 那些鯊魚在海洋上 是會暴增的 然後 會影響整個海洋生態 因為會搶氧氣 最低限度 那些微生物又開始 不夠給魚翅吃等等 這是整個食物鏈會 會出問題的 所以我也希望 呼籲一下大家 如果覺得 可以從自己做起 吃便不吃 開始考慮一下 不要吃如此 想吃的時候 好像傑斯一樣 去超級市場 買好幾十多二十盒 那些假的碗仔廁 就在家裡 好像美沙和頂八分 我也是這樣呼籲 給朋友 很簡單 首先 你先不要主動去吃魚翅 千萬不要主動去吃魚翅拌飯 不要主動 第二 如果去到沒有辦法 那些朋友 又來結婚 那些魚翅 那些優量可以 吃不吃 吃都不要緊 現在很多酒樓都有些無次宴 像香格里拉 這些酒店 半島 先 要奸賞半島 先 他們擺的婚宴 已經不會再容茹 所以 由大公司做起 個人做起 一直由下 而上 有 就算我們三個人說的話 沒有力 為你們的國寶 姚明 都已經帶頭 做這個活動 所以 希望大家 不說那麼多 希望我們明白就明白 做法 為地球做一些事情 有沒有補充 好 好 第一件事 你想起以前牛哥所說 香港不是曾經出現一個魚翅拌飯 現在沒有人說 在內地 現在大陸有 對 極恐怖 說起酒店 我首先站上半島 接著是香港里拉 其實半島第一間是型 很型 然後是香港里拉 例如 例如 這些魚翅那麼容易製造出來 當然 就算它 只有少部分人是吃堅 都吃到可以吃到生育腫 內地已經 假刺也很嚴重 甚麼都有 燕窩也有假 最近 我看過一宗新聞 又查開一點點說 跟紅酒有關 Kelvin都可以知道 就是 在內地的Lavit 也開始 今年大跌 價跌得很嚴重 以前平均拉運一支Lavit 就14000左右 現在差不多 8000左右 有一個數據也挺有趣的 就是法國那邊 就說每年Lavit 即是出產大約30萬支左右 頂多30萬 但是去年 在中國喝Lavit 喝了300萬支 即是多了10倍 結果那些Lavit從哪裏來 當然 那270萬支是假的 那些假的Lavit 假的Lavit 其實已經是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令到Lavit跌價 因為已經開始 那些人沒有信心去買貨 即是去投資下去 因為那種假法就是 你一天不開 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支Lavit是真還是假的 即是那些 我看過那個訪問 那些人都沒有信心去買貨 譬如說 可能是一些舊的Lavit的瓶 回收之後 入一些假的紅酒 甚至連Lavit的瓶也有 所以你想想 我經常想說 這些不是有不有趣的問題 其實這是我們中國人的問題 關於自己 因為這是一個量問題 我們每件事 我經常都說 其實每件事很簡單 吃魚翅 喝Lavit 其實是很簡單的事情 但是沒有辦法 在大陸 不是一個人做 或者十個人做 動手 是幾千萬人一起 像傳染病一樣去做的時候 你一定會影響到 某一件事的發展 因為這是一個 你會影響到整個均衡的發展 溫爺爺說過 在中國來說 任何的問題 一小數目的問題 在中國都是一個大問題 一樣 喝Lavit 吃什麼都好了 你想想 現在還有沒有老鼠斑見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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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鼠斑也更好 你說吃老鼠斑 吃鮑魚 那些可以有得養 喂 大哥 鯊魚是沒得養的 你有幾何看到人養鯊魚 你現在今時今日 你吃的鮑魚 大部分都是養的 如果鮑魚是 野生的 一早可能已經吃到絕了 沒有 現在澳洲那些全部都是用養殖場去養的 那些鮑魚 那些鮑魚 你仍然有得養 但是鯊魚不同 沒有人會養鯊魚 那你說溫總 沒有時間 我想留給阿牛說一下 自駕油 溫總的科幻說話 我們遲一點 有機會再說 有機會再說 說一下自駕油 我沒有聽過你上個星期 我們那邊 不要緊 你想你發明你的事先 我怕那些網友會說 同樣同步 不要緊 自駕油 不自駕油 情願大屌 我先說一件事很快 就是 這次上個星期 炮光就是 為何一件事出了之後 完全好像沒有差人來 這個星期 當然不關我們節目 當然不關我們節目 整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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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一面倒 不斷說這件事 說什麼 不斷大聲鞭撻 一聲嘩然 真的沒有人理會 沒錯 傑斯 你聽過摩賴門嗎 什麼 我摩賴門 我知道 有個高官 他開車 被人拍照 然後 拍到他的手 發現他一隻手握太盤 一隻手握著小三 大陸很多 很流行 大陸是一個很喜歡開球的文化 我眼看見 人們在車上開球 在戲院裏開球 我看見很多 這些摩賴門 基本上每天都有機會發生 來到香港 你想想 如果有位朋友 開始由廣州 廣州有個朋友 他摩賴 旁邊那個 不要緊 他自己危險 但是我在旁邊看見 你摩賴 我很害怕 隨時我都撞了 他們不留心的程度 駕駛不留心的程度 是你們不會知道的 日有權 拿起電話 駕駛鞋帶 有這些情況發生 有什麼可能叫他們會下來 我們會贊成 是拿我們的命 你搞什麼司法 拿錢就算 我們有好處 沒有好處 我不要緊 這個擺明不是好處 這是拿命 大陸 還有我們環保 大陸那些98 95 那些無緣 喂 有多少是混合垃圾 材料 有啊 有的污染 有的污染 香港 香港又說要搞藍天 真是不權理話 不過你快不做了 喂 你有搞環保 那你就會更加多車 對不對 你再想想 如果我們去大陸 我們開了一些猶太車 快點開了一個人左太 我們都不習慣了 說真的 非常之不同意 先套用我們香港最大的那隻狗 曾凸狗 最近的回應 先回答你 我也是說東方日報 他說 香港人吃飯的時候 說話都很大聲的 香港人吃飯又要有骨落地 放在桌面上 他說 外國人都不喜歡我們的骨 放在桌面上 我們就小心處理這些問題 他們不喜歡我們大聲說話 就收斂一點 我相信大陸的同胞 都會這樣做 他真是狗 因為 他都是服用大陸的爺爺 他就套用了王岐山的說話 他就說 王岐山曾經說過 很奇怪 同一輛貨車 同一輛司機 在內地就橫衝直撞 但一過到你們那邊 就會停下 等紅綠燈 他就這樣說 還有 他就說 他就跟香港人說 突狗說 我們自己的價值觀 經過九七洗禮 都不會有變到什麼 怎麼能夠有三幾個內地人下來 就可以影響到我們的價值觀 他就這樣說 你同不同意呢 那是你自己的事 我想說 自加油 其實問題真的很多 我上個星期說過 首先就是議員失職 為什麼不需要諮詢 不用質問政府 這是第一樣 第二樣就是 除了大家會直接想起小月月 若嘉欽 渣奶門 那些事情發生之外 還有就是剛才阿牛說的很重點 就是環保 大哥 不只是說有的問題 如果大家在內地聽這個節目 你們在內地生活 你們在內地生活 你們心照 車連審是怎樣連審的 那地方180元連審費 但你去到 就賣去 永遠180元是排不到隊連審的 因為你要給五個水 然後不用審 車就會 可以過了 喂 那輛車已經是七爐八箱 還有你知道大陸的車 動車都走了十萬二十萬公里 十萬九千里 喂 我們每天駕駛在香港駕駛一輛車,你駕駛50公里已經好多了 大佬,在大陸每天駕駛400公里是一輛油,接近一輛油是一輛油的 你說兩地的車已經有分別了 然後再加上剛才阿牛說的左右軚 除了職業司機之外,如果你放自由行的很多好人都不駕駛 肯定不是職業司機? 還有內地司機駕駛,轉左轉右基本上是分不到 因為他根本沒有需要分 他在內地駕駛的習慣是沒有需要分 我也說過,他駕駛四個輪子是當一個單車駛 他見到前面可以轉右就是轉右,見到前面可以轉左就是轉左 我再一次說,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去阻止這件事發生 我們唯有真的要照顧好家中的老人家和小朋友 真的要千丁萬粥 自己也沒有辦法 自己就是這樣 你每一天出去上班,就像當年明朝那些官上班 你知道怎樣嗎? 立刻跟老婆道別 因為大佬回到去,被東廠西廠拿去人間蒸發 我們明天就是這樣 每天上班就跟老婆和子女道別 可能是永別來的 就要是這樣的,真的很悲哀 不是跟你說笑 這樣的開車文化 你可以說,連我們最大的狗告訴我們是沒有問題的 人家一下來就會看紅綠燈 你瘋狠線嗎? 到盛時看紅綠燈那是我們 還有啊 如果他不看那怎麼辦 再提你一次 只要這條例一開始了 香港我們作為閒人 那些紅公仔和綠公仔 是已經沒有效用的了 你將來看到那個綠燈 不要理所當然的過馬路 這是我們在大陸生活了這麼多年的定律 你看到那個綠燈 還要看有沒有車 那個車是不是在移動 你才好過馬路 即是最簡單 現在阿杰斯爺那個人是大陸的車來香港 如果香港的車上到去 你真的想一下 大陸那些路,是路來的嗎? 顛簸都好,是很重要的 是一級級 一路走下去可能有個洞 有個洞 你問一下香港 你的車上到去 走深圳的路 深圳的路 你都行不通 你試試跟香港本地的司機聊天 無論是的士、職業司機 又或者是自己是私家車的司機 這幾年已經經常告訴你們 香港的交通 根本就已經在大陸化 只是那些中港車經常下來 已經搞到香港的交通 全部都在大陸化 整天咳雙八線 咳線不打燈 衝紅燈 什麼都齊 現在還有那些人開車是暴淚了 你再加上這個自駕油 你真是死多狗錢重 還有一位大哥 再說一次 香港的道路哪有這樣的capacity 去容納這些車呢? 現在不是三幾架車 不要跟我說一小撮人 內地很多人都說 我最近都看很多內地報紙的文章 說香港狗、中國王蟲的問題 他經常用一個道理就是 你這些香港人太過執著 譬如說 你是什麼DNG事件 或者買了你的奶粉等等 中國人哪有這麼多人買啊 來來去去一小撮人 沒有很多 你講那個人有誤導性 你要明白中國有十幾億人 有1% 我都認同你一小撮 但那1%是多少人 一千萬 你不要這樣玩 我們這裡鬥屎這麼小 你要明白 就算我一個廣東省 只有多少車 你說啊 一天下來幾千架 一千、二千架 我們這裡已經死了 現在先開放廣東省 將來就不是 還有一個政府很不負責任 你告訴我怎樣執法 我想知道 內地人駕車來這裡 犯了交通規例 那你怎樣執法 你又有它嗎 那這裡玩完了 什麼都玩完了 所有價值觀都不用說了 對 最簡單 但我已經想到 香港車上去大陸怎麼執法呢 我先罰了 香港就解決到 大陸來香港是解決不到的 沒有的 你以後香港人 買一輛車 不要再買那些 什麼 Benz 那些 Land Rover 不是你買的 買的 好像裝甲車 安全很多 怎麼搞的 我發覺 我發覺 先說一件事 就是要幫回 因為有網絡 你上次傑斯 撩下的立法會議員 可能 就未必有關係 為什麼呢 原來 好像內部 不知什麼 超Q局 沒有經過立法會 我不明白 那是什麼 可以解釋一下嗎 因為 這件事 這個法案 就是不牽涉立法會撥款 它就是 之前簽訂了一個 不差 不差合作 垃圾 就不牽涉立法會 就好像下個月 不知什麼時候 就會有個特別的會議 談這件事 那件事 那件事 雖然over time 我真的回應一下 因為我在 我開不到蘋果日報 我在facebook看了這件事 但我看不到是什麼 剛才謝謝Kevin解釋了 我想說 怎麼會有屌錯 沒有屌錯 你一邊資訊 其實是資訊 議員還說 加到14萬人工 如果你什麼事都做不到 你跟我說加14萬人工 我就不投票了 我說清楚 我今年立法會選舉 我會盡我的公民責任 但是我進去 我這次一定會 post我那張票給大家看 我一定會畫到它 花了 我會投一張廢票 喂 我再說一次 我已經忍無可忍了 我幾年前 我想投一些議員進去搞事 OK 已經搞盡了 現在 但是回歸之後 我只想說 你跟我爭取什麼 爭取什麼 爭取什麼 八千元都爭取不到 還說不要 八千元你爭取不到 還有 其實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已經沒有辦法再忍耐了 就是因為你們還在玩一個很不公平的制度 喂 你根本幫我爭取不到這些東西 我們民選的那些議員原來在議會上是代表不到我們 那你不如 為何不走出來呢 你們已經 喂 你們已經當你們自己要紳士 你們要顧及什麼 什麼立法會形象 什麼什麼 喂 瘋了 你現在在捉盤棋 是 你那隻馬 走日 走走走走走 然後人家那隻馬 就可以一夜飛過河 喂 你不能玩 玩了這麼多年 你還要在這裡玩 你不要跟我說 說什麼 這是政府避過了什麼條例話 我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我就是什麼廢話 我只是想告訴你 你幫不到我手 你監察不到政府 就是那麼簡單 整個立法會議員已經沒有 整個立法會是沒有效的 那你還要我投什麼票 我真的不想投票 市民一反差 可以 我就是咨詢 如果你們是似那些人 你是否真的 真是玩到他們 你跟我說,搞整個制度才叫我投票 我投票給你做什麼? 如果我不投廢票,我真的考慮投票給民建聯好過 我還有蛇齋餅總食 你有什麼給我?又要我七一,又要我走出來走 你老闆大汗、突細汗 有什麼好處給我?沒有好處,還要一套戲 八千元你現在告訴我反對,你老闆吃屎啊! OK,好,節目時間差不多,下一節回來再談 那句風如雨,那句怕行淚 見少一秒都空去 有了你,頓角輕鬆四義 太快樂,就跌一腳都有趣 心中相與你,變造鳥和魚 自身海闊天空淚 並著翅在飛,輕鬆自然 同級青身空氣 又來又游去,撥海多美 你,拋開人生的湖裡 有了你,頓角輕鬆四義 太快樂,太快樂,就跌一腳都有趣 心中相與你,變造鳥和魚 自身海闊天空淚 有了你 並著翅在飛,輕鬆自然 頓角輕鬆四義 太快樂,就跌一腳都有趣 心中相與你,變造鳥和魚 自身海闊天空淚 並著翅在飛,輕鬆自然 並著翅在飛,輕鬆自然 同級青身空氣 又來又游去,撥海多美 你,拋開人生的湖裡 有了你,頓角輕鬆四義 太快樂,就跌一腳都有趣 心中相與你,變造鳥和魚 自身海闊天空淚 心中相與你,變造鳥和魚 自身海闊天空淚 心中相與你,變造鳥和魚 自身海闊天空淚 心中相與你,變造鳥和魚 身體自由 傷痕